一件何事情,总有答案,与其烦恼,不如顺其自然。 二,我有一万个想见你的理由,却少了一种能见你的身份,有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,这才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死缠烂打的样子特别丑,所以我选择自己走。 三,因为无能为力,所以顺其自然,因为心无所事,所以随遇而安,死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,很少有女孩嫌她穷而跟她分手。 但也别忘记,一个女生最怕的,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,无事实是这样,假如你不懂我,那错的永远是我。 不必惊讶,连解释都是多余,令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,无论是为一个人,一段情,一段旅途,或一个梦想。 其若无其事,原来是最好的报复,何必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,生活得更好,是为了自己,把最美的是不是留住时光,而是留住记忆,真正的强大,不是原谅别人,而是放过自己。 九,这个世界,已经有很多人和事让你失望了,而最不应该的,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,一定要记住,只会很残酷。 你要活得有温度,时是你的,就是你的,不是你的,不必抢求,努力了,珍惜了,问心无愧,其他的,交给命运,十一人的感情就像牙齿,掉了就没了,再装也是假的,掉了的东西就不要剪了,接受突如其来的失去。 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,十二,如果事与愿违,就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,所有失去的,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,相信自己,相信时间不会亏待你。 十三,很多关系,不是老的好,也不是新的好,而是一起经历了一些事之后,你还真切的觉得对方挺好,这才是值得你去认真对待,和掏心窝子的关系。 十四,所谓成熟,就是,你要习惯,任何人的忽冷忽热,也要看待,任何人的渐行渐远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畏将来,不灭过去,淡然的过着自己的生活。 不要轰轰烈烈烈,至求,安安心心,十五,与其唯心陪笑,不如一人安静,与其在意别人的对弃和不善,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。 十六,我才不相信那些命理,无时目抢求之类的鬼话,我只知道不去争取你将一无所有,十七很多是犹如天气,慢慢渐热或者渐渐冷。 等经物,已过了一计,十八有些人一旦错过了,就是一辈子不再主动联系,无愿打扰你的生活,连偶尔的寒暄都没有,成长就是这样的。 不断的告别,不断的遇见,十九,别人对你付出,是因为别人喜欢,你对别人付出,是因为自己甘愿,情出自愿,事故无悔,二十尽己利,听天命,无愧于心,不惑于情,顺势而来,随遇而安,知错就改,迷途知凡,在喜欢自己的人身上用心。 在不喜欢自己的人身上用心,如此一生,甚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